大家好,这里是快乐年华小课堂。 脸部能够表达不同的表情, 让孩子认识五官,更好地感知不同的情绪。 这堂课我们来画五官。 将软垫子铺在地上, 把镜子和画板也放在垫子上, 让宝宝玩镜子。 宝宝会非常专注地盯着镜子中的自己, 看镜子的过程, 使宝宝在寻找自我的过程。 爸爸妈妈可以在远处对着镜子做鬼脸对话, 脸部能够表达不同的表情。 家长一定要在旁边观察宝宝的反应, 并且多用言语鼓励宝看镜子, 还可以利用镜子的反射和宝宝做鬼脸对话。 爸爸妈妈可以和宝宝玩你画我比的游戏, 爸爸妈妈在画板上画上喜怒哀惊 等各种五官情绪图, 让宝宝在镜子中将表情展现出来。 下一轮时, 让宝宝画, 爸爸妈妈将画里的表情呈现出来。 温馨提醒, 在和宝宝互动的过程中, 也许宝宝无法完全按照预期的步骤进行学习。 请家长不责怪, 多些耐心和鼓励, 顺着宝宝的兴趣便通指导。 宝宝一样也会进步很大的。 另外, 我们的每个章节都是需要家长带着宝宝多天多次的练习。 家长切莫给予求成, 慢慢享受您的亲子时光吧! 本节课程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希望能给你和宝宝带来不一样的玩法体验。 我们下节课再见啦!